俄罗斯的冥想雪松 作者 弗拉迪米尔·米格列 翻译 王文宇 王尚豪 第五章 守护天使 你在哪 一生的回忆从童年开始 持续到我和村里的孩子在沙滩上玩乐 从那一刻起就中断了 那时我心里感到不安 一生中居然没有任何事唤起的情绪和感受 与我和安娜斯塔下共度一晚后的早晨一样正面 也没有它之前让我心跳速度 对上大自然节奏时的感受 我在《碰触天堂》一章中描述了这件事 但我认为心中这些美好的感受 都只是安娜斯塔下创造的 不是我的 那是人造的 是安娜斯塔下赐予我的 我不由自主地将这些感受和人生的其他事情比较 却找不到相似的经验 我像电影胶卷般一次又一次 来来回回地在生命中翻找回忆 但所有事件都是我企图在追求或得到什么 获得各种想要的东西却毫不知足 反而不断出现新的欲望 而且一想到人生近几年来 旁人都认为我顺心如意 又让我感到更心慌了 买车 女人宴会 礼物问候都显得空虚多余 我猛然起身对着自己 也对着安娜斯塔下愤怒地说 人类的生命不会有这种疗愈的感受 至少在我的生命中没有 而且在很多人的生命中也感受不到 安娜斯塔下也起身 轻声地说 那你必须尽快创造 到底要创造什么 什么呀 首先 你必须了解什么事情对你来说最重要 最有意义 你刚刚回顾了自己的一生 不过就算你有客观分析 审视的机会 仍旧无法察觉真正重要的事情 在你的意识里 你总是抓着习以为常的价值观不放 请你告诉我 你曾有什么时候最靠近幸福的感受呢 有两次 但每次都有东西阻碍 而无法完全感受到幸福 是什么情况 在开始经济重建的时候 我长期租下了一艘轮船 那可是西西伯利亚合运轮船公司最好的客轮 名为米哈伊尔加里宁 轮船的长租文件办妥后 我去了码头一趟 他就停在那里 多么俊俏啊 我第一次踏上自己的轮船甲板 在你踏上甲板后 愉悦的感觉大幅增强了吗 阿纳斯塔下 你也知道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不同的问题 在我上船时 船长与我会面 我们去了船长室 各喝了一杯香槟后聊天 船长说需要马上清洗管线 否则卫生防疫站不会核发航行许可 船长还说了很多别的 弗拉迪米尔 你就这样陷入了轮船营运的烦恼和问题之中 没错 事情真的很多 弗拉迪米尔 人造物和各种机器的特点 就是带来的问题会比喜悦多 它们对人类的帮助都只是虚构 我不同意 机器或许本身有问题 那就得修理维护 但它们还是可以用来实现很多事情 例如什么 连爱情都能实现 弗拉迪米尔 真爱并不会被人造物控制 就算你拥有全世界 也无法因此得到任何女人的真爱 那只是因为你不了解我们世界的女人 才这样推论 我就是这样到手的 到手什么 爱情 随随便便就到手了 我曾深爱一个女人多年 但她总是不愿意单独和我去任何地方 就在我取得轮船后 她答应了我的邀请 你知道这有多么美好吗 我们俩在轮船酒吧的一张桌子前坐了下来 除了香槟 红酒 蜡烛 音乐 什么人都没有 我们在空荡荡的轮船酒吧里 我的眼前只有她一人 为了与她单独相处 我一个人也没载就开船了 轮船沿着河航行 酒吧播着音乐 我便邀请她共舞 她的身材和胸部真是迷人 我将她拉向了我 我的心脏欣喜地跳动 我吻了她的嘴唇 她没有闪躲 也搂住了我 你知道吗 她就在我旁边 我可以碰她 亲她 这都是多亏了有这艘轮船 而你却说那只会带来问题 之后呢 弗拉丁米尔 发生了什么事 不重要 还是请你回忆看看吧 我告诉你 这不重要 没有意义 可以让我说说看 你和这名年轻女子 之后在船上发生了什么事吗 让你试试看吧 你喝了很多酒 而且是故意喝多的 之后你把自己船舱 是件豪华套房的钥匙 放在她面前 自己则进了底舱 你在小小水手舱里 几乎睡了一整天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你看到你心爱的年轻女子脸上 出现了异样的神情 和淡漠的微笑 那时直觉告诉你 甚至是你下意识明白 你心爱的这名女子 其实幻想着 要是轮船 不要再说了 我讨厌这些回忆 不管怎样 这艘轮船还是有一定的重要性 它让我遇见了你 过去的内心感受与悸动 会创造现实的情节 也只有它们会影响未来 只有它们的飞翔 它们的震翅 才会映照在天空的镜子上 也只有这些悸动和渴望 会反映在地球的事物中 什么意思 我们之所以会相遇 可能是因为你我内心的渴望 或许甚至是远近亲的 也许是一棵长在你郊外 小屋花园的樱桃树 是它的一股悸动 而不是轮船 我家花园的樱桃树 和这有什么关系 你回顾了人生很多次 却从未重视过这棵樱桃树 还有与它相连的感觉 而这些感觉 却与你近年来的生活大事 息息相关 宇宙对你的轮船没有反应 你想想 一台简陋吵杂 不会思考 也无法自我复原的机器 对宇宙而言会有什么意义 可是这棵樱桃树 一棵你甚至从未在 回忆中保留位置的 西伯利亚小小樱桃树 却惊动了宇宙的浩瀚 改变了不止 与你我相关的事件轨迹 因为它是活的 像其他所有事物一样 与整个宇宙紧紧相连 第六章 樱桃树 弗拉迪米尔 回想跟这棵小树有关的一切 从你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开始 如果你觉得这很重要 我试试看 是的 这很重要 我人在车里 要去哪我不记得 我请司机在中央市场附近停车 去买点水果 我待在车里看着路人 提着各式各样的树苗 从市场走出来 你看着它们 心里很讶异 为什么 你能想象吗 它们一脸开心的样子 外头在下雨 又湿又冷的 它们还得拎着用布 包捆着底部的树苗 那明明很重 它们却心满意足 然而我坐在温暖的车里 心情沉重 等司机回来以后 我下车进去市场 我来回逛着里头的摊位 买了三棵樱桃树的树苗 我把树苗放进行李箱 司机跟我说其中一棵活不了 因为根被剪得太短 最好现在就丢掉 不过我还是把它留了下来 因为那一棵长得比例最好 我把种苗亲手种在 乡下房子的花园里 根太短的那棵 我就填多一点的黑土 还加上泥炭跟肥料 你为了帮它 那些肥料却灼伤了另外两条小根 可是它活下来了 春天枝头发芽时 这棵小树的树梢也绿了 有小叶子长出来 后来我就远行去做我的商务考察 但是在那之前 有两个多月的时间 你每天都开车到乡下的房子 而且每次第一件事都是去看这棵小樱桃 你有时会摸着它的枝条 你很高兴它长叶子了 帮它浇水 你还在地上打一根柱子 把树干跟柱子绑在一起 怕它被风吹断 跟我说弗拉底米尔 你觉得植物会对人对待它们的方式产生反应吗 植物分得出善意和恶意吗 我听过 或是在书上读到 有些是那盆栽跟花卉这样 照顾的人要是走了 它甚至会凋谢 还有听过科学家做了实验 他们为不同植物装上感测器 有人带着恶意走过 跟有人带着善意走过 指针分别导向了不同的方向 弗拉底米尔 这表示你知道植物对人的内心感受产生反应 植物正如造物者所设想的 竭尽所能为人提供自己所能做到的一切 有的结出果实 有的以美丽花朵使人绽放愉悦心情 有的为了我们的呼吸平衡大气 但是植物还有一项 绝对跟这些同等重要的使命 跟某一特定的人有直接连结的植物 会为这个人形成真爱的空间 地球上要是没有这种爱 就不可能有生命 许多下屋小农一心只想往自己的园子去 因为那里就是这样一个专为它们形成的空间 你亲手种下细心照顾的小西伯利亚樱桃树 也努力像其他植物一样执行自己的天命 很多植物一起的话 能为人形成的爱的空间非常可观 如果它们种类繁多 人与它们有连结并以爱接近 所有植物将一起形成非常强大的爱的空间 能提高人的心灵层次 并修复人的肉体 这是在全部一起数量很多的时候呀 但是你只照顾了衣竹 这唯一的西伯利亚小樱桃 于是奋力想完成很多不同植物 一起才能做到的事 它的斗志是因为 你跟它之间的特殊关系燃起的 你直觉知道 周围只有这棵小树 对你没有任何要求 不会虚情假意 一心只想奉献 这就是为什么你累了一天之后 还会开车过来 站在它面前 看着它 所以它很努力 它的叶子早在黎明第一道曙光出现之前 就开始辛勤地捕捉 投影整座天空的光运 日落以后 它仍继续取用闪烁的星光 慢慢地 它的努力有了小小的成果 它的根 避开了灼烫的肥料 成功汲取所需的养分 大地的枝叶 在静脉里流动得比平常还要快 有一天你来了 看见它纤细的树枝上开了一朵小花 其他株都还没有开 它却开了 你很高兴 你的心情为之一震 然后 回忆一下 弗拉迪米尔 你看到花时做了些什么 我的确很高兴 不知为何我开心极了 伸手去摸了树枝 你温柔地抚摸树枝 说 哇 我的小美人 你开花了 树会结果 弗拉迪米尔 还会形成爱的空间 小樱桃树非常希望你有这样的空间 但它要从哪得到报答一个人的力量呢 它已经竭尽所能 献出了一切 在这之后 却又得到如此特殊的温柔待遇 因此 它想做的更多 就它自己一个 接着你展开长期的考察之旅 回来之后 你到花园去看这棵樱桃树 你一边走着 一边吃着在市场买的樱桃 等你走到它面前 发现上头也挂着三棵红色的樱桃 疲惫的你站在它面前 吃着市场的樱桃 吐出里头的果盒 你摘下一棵树上的果实品尝 发现比市场的要酸一些 另外两棵你就没有再碰 别的樱桃我已经吃得够多了 它的又确实比较酸 哦 要是你知道这三棵小小的果实内 含多少对你有用的物质 包含着多少能量和爱 它深入大地和宇宙 吸取对你有益的一切 全装进了这三棵小小的果实 它甚至为了让三棵果实成熟 还让某一根树枝枯萎了 你却只吃了一棵 没有碰其它两棵 可是我不知道 我还是很高兴它能结出果实 是的 你真的很高兴 所以 你记得那次你做了什么吗 我 我又伸手去摸樱桃树的树枝 你不止摸了 还弯下去拖起一片叶子亲吻 我这样做了没错 因为我的心情真的很好 小樱桃树出现了奇迹 要是你连它用这样的爱 结出的果实都没摘来吃 它还能为你做什么呢 人的一吻使它浑身抖擞 小小的西伯利亚樱桃树 竟蹦出人独有的感情与思想 发射到宇宙 进入光的次元 希望将从人那儿得到的一切奉还回去 想用爱亲吻它 回报它 用爱这种明亮的感觉温暖它 它的思想打破一切既有定律 在宇宙中飞窜 却找不到能实现的栖身之处 认清无法具体实现的事实 意味着死亡 光明力量将小樱桃树 所产生的思想送还给它 让它自己将之销毁 以避免不想死亡 但是它不接受 小西伯利亚樱桃树燃烧的愿望 依然没有改变 异常的纯洁动人 光明力量不知该拿它怎么办 伟大的造物者 并没有为此更改不变的和谐定律 然而小樱桃树却没有死去 小樱桃树没有死 因为它的思想 渴望和感情是如此纯净 按照创世的法则 纯洁无瑕的爱 无法被摧毁 它悬浮在你的上空 盼望能找到栖身之处 它独自在宇宙中 孤零零地为你创造爱的空间 我为了至少帮它一点忙 实现这棵小树的愿望 上了你的船 虽然我当时还不知道 它是为了谁 意思是你对我产生感觉 是因为想帮这棵树 弗拉迪米尔 我对你的感觉 就只是我对你的感觉 谁帮谁很难说 是我帮了小樱桃树 还是它帮了我 在宇宙中 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 真相如何 只有靠内心去体会 不过现在 我想实现小樱桃树的愿望 我可以替它亲吻你吗 当然可以了 如果有必要 我回去以后还要吃光它的果实 阿纳斯塔夏闭上眼睛 将手放在胸口 轻声地说 感受此刻吧 小樱桃树 我知道你能感觉得到 现在我要替你实现愿望 这将会是你的吻 小樱桃树 很快的 阿纳斯塔夏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 双眼依然闭上 凑近 用嘴唇碰我的脸颊 然后停在那不动 一个奇怪的吻 只是一个轻微的嘴唇接触 但它跟我所知的吻都不同 它带给我一种非凡 全新 未知的美丽感受 它的重点或许不在嘴唇 舌头 身体的动作 而是在于一个人的内在 而这样的内在被化作一个吻 传递出去 这个森林吟者的内在有什么呢 它这么多的知识 极为特殊的能力与情感 是从哪来的呢 或者它说的一切 不过是来自极为丰富的想象力 但要是如此 我打从心里感受到的特殊柔情 甜蜜 温暖人心的滋味 又是从哪来的呢 也许下面我正巧目睹的细节 能帮助我们一起找出 隐藏其中的秘密 感谢观看